我們最後要來看這個磁扣就是我們拿的RFID 那老師手上拿到的應該會有兩個部分 應該說三個部分 也就是說您拿到的會有一個就是IC版 這個就是我們最主要的 另外呢您會有一個磁扣 還有一個那個磁卡 這兩個都一樣但是那個ID值不一樣 那我們這一個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就是以前是只有Fly才可以用 現在Smart也有支援 不過要更新韌體才有 那這邊的話呢它的那個六個角位是固定的 六個那個接點就是我們在這個圖上面 這個接點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那個接法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不要接錯了 像我在這邊有沒有 這裡 我好像把它 1234 等一下我那個圖要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把那個線的部分修正一下 就是在這邊 它的接角是固定的 所以呢SDA連接到哪裡 接到10 SCK連接到13 那MOSI接到11 MISO接到12 下面呢有兩個角位沒有用到 這裡 IRQ跟RST沒有用到 所以下面這兩個就是接地跟電源 這個一定不能接錯 那電源部分接3.3就好了 不用到5V的 不用到5V的 所以 您的那個簡報的部分 應該已經同步更新了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直接看線上的版本 這樣 這個一定要接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來接一下 在這裡 記得還是要斷電 還是要斷電 所以我從這邊 您在接板子的時候 其實建議就是照順序 接板子的時候照順序 如果沒有辦法一次接那麼多個 你可以接兩個兩個 或像這樣三個也可以 沒有關係 像我這樣就三個一起接上去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四個 好這樣我前面四個接好了 然後跳一格 對不對 跳一格 一個是接IRQ 一個是接那個GRAM 接地 另外一條是接電源最右邊的 好這樣我就完成了一邊 那你盡量記得把它稍微 推到底 像這樣推到底 表示這樣有接上去 好的之後呢 我們就從這邊 我的黑色的是第一個 所以是接到多少 接到 10 綠色的這一條 就是 簡報上綠色那一條 就接到10 然後呢第二條 SCK接到13 再來 MOSI接到11 接下來我的 紅色的這一條 接到12 所以他剛好在我們那個FLY上面是連續的 是連續的 所以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他不是照順序接喔 所以他有跳一下 好那接下來的我的 藍色的是接地 我就把它接到這邊來 接地 然後綠色的是電源 接3.3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現在已經把它先好了 那建議各位還是一樣 接電之前 我們再檢查一次 因為剛開始 這個地方總是比較容易出錯 好 接 第一條黑色的10 白色的 白色的 13 再來 11 12 好 藍色的接地 加上電源 OK 我確認好了 所以呢我現在就把它插上電源囉 那它在上面不會有特別顯示啦 不會有特別顯示 到底你接得好或不好 所以 只要一個原則就是 你確定它有接好就可以了 好接好就可以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積木的部分來實際做看看 好不好